今天是重陽節 也是禁老節 那麼傳統習俗上就是要登高 不過今天禮拜一是要上班上課的 大家沒辦法去太遠的地方 透過我們的即時影像 來看看阿里山 也算是有應景一下了 当時出門前呢 趕快要來關心一下 在今天的天氣資訊 講到這個禮拜 大家要維持好心情喔 因為會有四天的好天氣 透過微星雲圖要說到了 其實這一波東北季風 是持續的減弱當中 那麼在今天是早晚涼 白天開始氣溫就會回升了 水氣也會越來越少 而禮拜四之前呢 大致上天氣狀況都很穩定 要注意的就是日夜溫差 但是禮拜五呢 又會有一波東北季風增強 那麼到時候的強度呢 就跟前幾天是差不多的 北台灣還有東半部地區 又會轉為失良 那麼高溫也會往下降 而且這一波東北季風增強呢 是連中南部也會有感轉良 不過其實在今天呢 還是會建議大家 把雨具給帶著 因為其實在今天呢 迎風面的降雨機率還是偏高 包括了東半部地區 還有基隆北海岸呢 容易會出現短暫雨 那麼東半部的沿海地區 可能會出現局部的較大雨勢 而在西半部地區呢 則是一個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不過其實中午過後呢 南部地區還有中部山區呢 也可能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而另外是要提醒的是 夜晚清晨 其實在中南部地區 容易會有局部霧或是低雲 就會影響到能見度了 所以提醒用路人 一定要注意安全 而在溫度的部分 今天白天開始呢 溫度就會往上走了 普遍起來感覺是非常舒適的 帶您來看看現在的室外溫度 在北台灣的部分是在24到25度之間 那麼其實在南部地區呢 也可以看到呢 大概是在23到24度左右 而在花東地區呢 也可以看到 目前在花蓮還是比較涼的 是22.9度 而台東呢 已經來到了24.7度了 其實到了中午的時候呢 你可能還會覺得有一點點熱 在今天呢 各地低溫是21度到24度之間 但在高溫的部分 北部還有東半部地區 高溫是26度到29度之間 而中南部地區呢 則是會來到31度左右 所以才說在中午的時候 太陽一曬啊 真的是會滿熱的 所以要提醒大家 真的要注意日夜溫差大 所以早晚外出的時候 記得要多穿一點點 不要涼到了 而其實接下來幾天 從明天開始 一直到禮拜四之前 其實天氣狀況大致穩定 各地都是一個 多雲到晴的天氣形態 你會發現呢 只有東半部地區 還是會有零星的雨勢發生 而另外在南部地區 還有中部山區呢 則是因為午後對流發展 會有短暫正遠 而高溫普遍會回升到 28度到31度之間 但是你會觀察到了 這回暖四天之後呢 其實在禮拜五的時候呢 因為東北季風增強 所以到時候 禮拜五開始 一直到週末的時候 台灣的天氣狀況 又要變天了 所以氣象小叮嚀 就要告訴大家 四天的好天氣 秋高氣爽 是可以好好的把握一下 但是東部地區呢 還是會有下雨的可能 而中南部地區則要注意的 就是日夜溫差了 再來就是要注意 局部有霧有滴雲 一定要注意行車安全 以上資訊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個呢 киNE 給大家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